今天我们将来为大家介绍 露出席念 在葡萄的教法中 是很普通 很普遍的教导 在中部有这样的一句话 当露出席念被修习的话 将会获得大果报 大利益 当露出席念被修习 被培养的话 它将会圆满失眠处 有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修习 露出席念 能够好好的培育 露出席念 我们也能够圆满失眠处 需要花时间来达到这个阶段 但是确实是可能的 但是确实是可能的 当圣灵柱被培养起来 它就可以圆满 气觉知 这是可能培养的 虽然是要花时间 去了解这气觉知 也需要花时间去培育这气觉知 那就是可以的 当气觉知被培育起来 它将会圆满如死之而解脱 如死之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说 智的话 我们要了解的是 四身地 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晰地 了解四身地的话 我们就能够获得 解脱 获得解脱的意思就是 能够从轮回中 解脱出来 这是在中部入出洗恋经里面 第一部分提到的 此外 在相应部也有其他 针对入出洗恋的指示 感谢观看 第一个是相应部 为实力经 让我们讲 相应部第三是指 大品 相应部的大品 大品相应 相应部总共有三本 一个是 有三本 这个相应部 第三本就是 马哈瓦卡 大品的 所以 当入出洗恋 被培养起来 被修习的时候 一顾 究竟 怎么使用 入出洗恋的定义 才能够变得 极尽 殊胜 不杂 还有热注 而且呢 写 二不三法 就能够 消失和平息呢 这是 这是在相应部 我们可以找到的 一句话 其实 老师 曾经 在 用巴黎 逐字的 解说过 我们看下一个 当我们修洗 入出洗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 刚才讲的一句话 第一句是 三度 起敬 或者是 稳定 让心起敬 和稳定 通过修洗 入出洗面 也可以 找到 伴利多 能够 俗胜 极佳的状态 入出洗面 不像 不经观 他的所缘是 呼吸 比如说 修不经观 三十二身份 我们 需要学习 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 而且是 可 可恶的所缘 厌恶的所缘 我们要去感觉 他的厌恶像 但是 而且 修洗 不经观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需要去看 尸体 这也是 不可疑的所缘 但是 当我们要修洗 入出洗面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 专注我们的气息 我们不能说 它是可疑 或者是非可疑 所缘 因为它是 自然的现象 不只是如此 修洗 入出洗面 也不需要 做任何准备 不像其他 变长的夜处 当我们要修洗 变长夜处的时候 需要 准备 这个所缘 比如说 白变 就要准备 白色的东西 白布 或者是白纸 白的 缩料 任何白色物件 包括 白花也行 这些 都需要 做准备 这些 外在的所缘 我们需要准备 准备 一边才可以 禅修 无论 只要我们要禅修 就需要带上这些东西 但是呢 入出洗面就不需要 只需要 专注我们 现有的气息 就好了 这个就跟其他的夜处 不一样 他谁真的 不掺杂 我们也可以 以另外一种方式理解 入出洗面 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 它是自然的气息 不需要增加任何的东西 比方 你在修入去洗面的时候 有时候 气息是冷 热的 这些都不用掺杂进去 这是 自然的气息 就好了 也不用 掺杂 其他概念 比如说 进出 无常 苦 无我 这些概念 都不需要加进去 只是自然的 知道 气息 单纯的 就好了 不需要掺杂 任何东西 当我们修习 世界差别观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需要 去观察身体自然的特项 比如说自然的硬等等 有时候 当我们感觉到 太明显的 硬的特项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 不舒适 但是呢 入出洗面 不是一样 我们只需要 知道气息 不需要 知道其他的 所以佛陀说 这是 Sukko Chaviharo 勒住 Upanupane Pabake Akuseletameta 那时候 Andradapedi Upasamedi 当然十二 不三法 即生起 便会消失 和止息 任何 任何 生起的念头 我们都可以 把心 带回来 我们的 气息 如果我们能够 专注的 好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 让所有的 不三心 消失 只要我们不去 花时间 去接受 这些不三念的话 任何不三法 都 不三念 都可以 被止息 这是入出 洗念的 数字 休息 入出 洗念 会有的 数字 就是 三度 能够 急静 稳定 Panitra 属生 谁 真的 过不掺杂 Sukko Chaviharo 勒住 二不三法 的消失 这些是 入出 洗念 也出的 本质 的 性质 现在 我们来看 如何 休息 入出 洗念 首先 看 怎么 做 古时候的人 大部分都可以盘腿而坐 或者是双腿交叉而坐 但是有一些产修者也许没有办法双腿交叉盘腿而坐 也许因为他的腿有疼痛有受伤 如此下来 他可以坐在椅子上 或者是 海灯上 当我们要双腿交叉盘腿而坐的话 倒是要提醒一点 就是 不要用一腿 要泼到另一腿 也就是不要做单盘 也就是 如果我们把一只脚放进 往内方 另外一脚 往外面 不需要双腿相跌 如果我们把一腿 跌在另外一腿上 我们很容易感到不舒适 乃至疼痛 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的脚腿 一条腿往外 如此下来 我们坐起来也比较舒适 也可以长时间如此做 这也是很关键 第二天 坐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头身 正直 但是呢 却不要 逼自己的脊 追过脊柱 挺直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弯曲 脊柱的话 无论是往前往后 我们都不能有 不会有自然的气息 所以我们要保持头身正直 但是呢 在我们保持正直的时候 如果我们太用力的话 我们就会导致自己疲累 所以呢 即使我们保持头身正直 也要放松 第三点 闭上我们的眼睛和嘴 但是呢 也一直 牙齿 不要碰触 或者是咬紧 如果我们 碰触牙齿 或者是紧咬的话 我们的口腔 将会觉得崩紧 最终 最终整个头都会感觉到崩紧 所以呢 老师建议 不要碰触 三下 两排的牙齿 牙齿之间 需要有一些空间 第四 然后呢 放松 身心 第四 把手 放在 膝盖 或者是 大腿间 不要抓紧自己的手 然后放松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心 这边老师给三点 要注意事项 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说 首先第一步 放松身心 只要 一旦你感觉到身体 感觉到有风景 你就不能 坐得久 另外 如果你的心很忙碌的话 你也不能 久坐 所以首先第一步要放松身心 如果你感觉到身体有风景 不要犹豫 可以改换姿势 不然的话 它就影响你 此外 心也是 如果我们的心太忙碌的话 想着想那 很多计划 很多项目要做 我们的心就忙碌了 如果我们的心忙碌的话 我们就不能容易的 专注我们的气息 所以这也很关键 要放松身心 第二点 自然的呼吸 这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呼吸的时候 是逼迫的 刻意的 我们的鼻孔 将会感到绷紧 乃至最终整个身体 会觉得绷紧 呼吸呢 从腹部到鼻端 所以如果我们太用力 我们就会觉得绷紧 所以呢应该自然呼吸 另外一点 当老师说自然 呼吸 自然的去注意 这个呼吸 有些人就问老师 什么是自然呼吸呢 自然呼吸就是像我们 现在正在呼吸 我们禅修的时候 也是如此 呼吸 我们只需要做多一样东西 就是正念 在我们生活中 平常生活中 我们呼吸 没有正念 我们只是一般的呼吸 但是在 禅修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做多一样工作 就是正念 也就是自然 呼吸 所以底下我们知道它进出 有时候我们不自然呼吸 就是我们控制呼吸了 如果控制呼吸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 自然呼吸 尤其是在胸 还有胸痛 如果我们感觉到胸痛 或者是窒息的感觉 这是在控制呼吸了 如果我们感觉到不舒适 我们就应该放松 过后再回来注意气息 第三点 就是精进应该自然 什么是自然的精进呢 也就是如果我们精进太强的话 我们不能维持长时间 禅修 通常大部分的禅修者 当他禅修的时间很短 比如说十天禅修赢到了 有些禅修者就想要马上进步 他就花额外的精进力 或者是太多的精进力 来知道这个气息 希望知道的更清楚 那时候心其实是忙碌了 因为你需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注意它 这也是 心所的精进或者心精进 如果花太多的心精进的话 身体就会忙碌 身体也会不舒适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花越大的精进 我们的心更不安 更掉局 躁动 所以我们需要 花出自然的精进 只要我们知道气息 就不用再花太大的力气了 不需要 让气息变得清楚 如果我们花很强的精进力 可能几分钟之内 你的专注力会很强 但是呢 却不能维持 也就是说你可以20分钟 你可以持续专注 甚至那个时候 你的定力可能很强 但是你却不能维持 乃至会掉到零点 那过后你又再去重复 如此 它会提升得很快 但是这个定力呢 却很容易掉下来 在20分钟之内 这种现象可以重复发生 最终呢 你会感觉到疲累就没有 尽力去产修了 只会捉着 白想 很多新的产修者呢 他可以专注20分钟 高数字的专注20分钟 但是20分钟过后 他却不能再专注呢 老师就知道 这个产修者 以花太大的精进 他已经用了 他已经在20分钟之内 用光了他的心的平静力 结果20分钟过后 没有心力再专注呢 所以呢 应该要自然的呼吸 同时以自然的 平静去专注就好了 如果我们能够自然的 去专注的话 我们就可以维持我们的专注 如果我们花太大的努力 去专注的话 我们很容易感觉到疲累 就很难再继续产修 所以要自在的去专注就好 针对有望连的产修者呢 老师会给一些建议 作为产修者有望连 新的产修者有望连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的望连是很短暂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心再带回来 去专注就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失去望连太长 太久的话 不能控制 我们就可以用属席的方式来修 我们知道入席 出席就属一 入出二 入出三 如此 以此类推到八 我们可以重复的从一到八 以这种方式去专注属席 直到没有望连为止 我们再回来去席 还有如果你没有察觉到去席 就不要数号码 去知道去席 对产修者来说更重要 而不是号码 另外就是感到疼痛 作为初学者 大部分在前三天 残修营的前三天 都对残修者很折磨 因为身体会感到疼痛 这是正常的 三天过后 我们就会感觉到比较好 当我们感到疼痛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改换知识 我们不需要持续地坐着 不改变知识 对初学者 新的残修者来说 这是 很糟糕的 所以当我们感到疼痛的时候 是允许转换知识 但是呢 可以慢慢地转换知识 静静地转换知识 不干扰其他人 不知照任何声音 同时 站住你的气息 另外一点 身体也有很多感觉受 无论我们发现 有任何觉受 任何现象 我们都持续地去知道气息 比方当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首先闭上眼睛 站起来 同时持续知道气息 有时候我们不能坐很久 我们感到疼痛 比如说坐了一个小时 或四十五分钟过后 感到疼痛 我们可以站起来 闭起眼睛 然后 转住你的气息 因此也是当我们要开始走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闭上眼 在走之前闭上眼睛 然后转住我们的气息 当我们能够知道 看到自己的气息 我们可以稍微 开 睁开眼睛 然后慢慢地 开始行走 但是这边不是代表说 需要很缓慢地行走 只要更一般的行走 速度减慢 就同时注意气息 就已经足够了 躺下也是 当我们躺下休息之前呢 也可以闭上眼睛 转住气息 大部分时候 躺下是很舒适的 也很方 但是却太放松 只要我们不能平衡 自己的静静力和定力的话 我们就会遇到问题 这是摸下的 躺下的这个姿势的问题 通常当我们走动 或者是站着的时候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静静力 来维持这种位移 所以我们的定力不强 静静强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 我们的定力比较强 静静比较弱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遇到 我们处于什么状态 我们关键是要 在任何状态底下 知道气息 只要我们还知道气息 我们就还在禅修 有些人认为 去禅修中心 他们就可以禅修 但是老师通常在 跑场 另外老师都会提醒他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把你的心带到新加坡 把这个法带去新加坡 这个法呢 不再跑场林罢了 有越南人来到跑场林 也是 老师 当他们临走的时候 把禅修带回去越南 不是留在禅 禅修不属于老师的 是属于每个人 属于自己的 同样的 当我只要我们还有呼吸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禅修 关键是要知道气息 下来我们要知道 我们按住的地方在哪里 也就是专注的地方在哪里 这边老师提了三点 一个是在笔端 在笔端可以知道气息 或者是伤蠢 就是笔端跟伤蠢之间的范围 任何在笔孔周围的地方都可以专注 不同的人有不同明显的 气息明显的地方 这边老师要提醒一点 当我们阅读清静道论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过清静道论的入出习念 入出习念有三点要注意 就是 入习 出习 还有 它的出点 只要我们能够知道这三点的其中一点 就可以了 不是说三个都要完全知道 只要这三个 对象 其中一个对象我们可以知道就行了 也就是当我们 吸气的时候 就没有呼气 呼气的时候就没有吸气 同样的一些长修者 如果说他太强 要出点的觉知的话 他也会 他也许会感到 风景 这也是 露出习念的 杂然之一 所以 只要 您能够 在 笔端任何地方 感知到呼吸 就可以在那边 按住 对一些 新的 初学者来说 有 有时候 他们 会通过 触觉 而知道 这个气息 这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气息 但是不 需要去知道 这个 触 的觉知 的话 也 更好 有时候 当我们 气息 变得维系 的时候 我们 不会感觉到 这 触 的 觉知 有时候我们知道气息 不知道 近处 也是可以 知道气息就行 他会 气息会改变的 只要我们 专注他 气息 就会变得 业维系 那时候我们 也许会 有困难 去知道他 是露息 还是初息 还是有没有初点 但是 简要 所以简要来说 只要我们能够知道 气息 已经足够了 这边 在老师要 强调就是不该做的 之前谈清净道论的时候老师有 讲过 露出洗恋的 杂然 老师在强调在这边在强调就是 不要随着呼吸进出身体 当我们专注 气息的话 不要随着气息 进到身体 同样的注意力也不要随着气息 跑到体外 在清净道 在清净道论有一些解说 同样的 在 无碍解道 或者是 立章的 一诸普段言 也有提到 露出洗恋的这些指示 这些圣典里面提到 一般 自然的气息是 露洗是 开始是从笔端 然后 中间是 胸部 结尾是 腹部 出洗是 腹部开始 中部是胸 然后尾端是 笔端 这只是解说 呼吸的自然过程 而不是说我们 专注的方法 如果我们所专注的范围很广阔的话 我们的心就不够敏锐不够强 所以我们需要 有一个 专注处 一经性 这个是 巴黎的 也就是 能够 长时间 赚出一个所缘 这个叫做 一经性 他也叫做 Sammadi 定了 当我们 我们谈到八支声道的时候 不要按住在笔端 要按住在笔端注意气息 印出 中 软华清 软华清 各类的 特项 如果我们去 在意 在意这些特项 在意这些特项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不注意去洗了 那时候我们就不容易休息 入处 他将会把我们的休息复杂化 另外不要去在意 功项 比如说 无常苦 无我 有一些禅修者呢 他 比较习惯 所谓的 观禅 在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 所谓的观禅中心 他们会这么修 入 无常 苦我 出无常苦我 老师不建议这种修法 只是 持续的 老师知道 气息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其实 在 旧经法的角度的话 没有所谓的 长 短气息 长和短呢 是比较 相对 相对比较而来的 如果两样东西比较底下 我们才知道长 短 比如说 电脑和 背 电脑比背长 等等 也就是如果我们比较两样东西 就可以知道 长和短 但是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在 出席年 底下 它是 概念因为我们有 谈到长期短期 只要我们 在专注过程中 不是知道他的 时 旧经事项 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 无常 苦无我了 只是自然的 知道 气息 第3 第4 不要去在意任何形状或者是色彩 也许有时候你会 发现有一些形状啊 颜色啊 等等 无论你看到什么东西 只是把你的心带回来 气息就好了 如果我们的心在意很多的影像 形状 彩色彩等等 它是无止 无止境的 当我们的心 变化的话 这一些现象都会跟着 改变 它只会干扰我们的心 因此老师不建议 去在意任何形状或者是色彩 乃至任何所出现的现象 只是 持续的 知道你的气息 而且是自然的去知道就好 第5 不要着重 太着重 注意这个触点的 绝授 也就是在皮肤上的绝授 如果我们太强调注意这个 皮肤的绝授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风景 乃至有时候我们会追随着这个气息 如果说我们能够自然的知道气息就像刚才所讲的对初学者来说 注意气息我们 免不了同时知道绝授和 气息但是呢这个没有问题 当我们当我们的气息慢慢变得维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知道 入习有时候只知道出习有知道 有时候只知道在这个底端有一些东西在移动 这也是可以的 就把 第六 在鼠息的时候 不要 数少过5 或是多过10下 我们在鼠息 我们可以 数 最多 至少到5 不要超过10 这也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数太多的话 那我们会太强调这个树木 树木不重要 去知道气息才是关键 以及 不要 跟随谁任何 可以不可以的感受 绝授 这也很重要 老师 提到 初学者呢 在守 三天呢 也许会感到很不舒服 身体痛 很多干扰 前三天都是很 辛苦的 三天过后 可能会感觉到更好 第六第七天过后可能会生起一些喜悦 有时候会感觉到 很俗身 但是 如果我们去追随他 我们会感觉到更舒服 如果我们去追随 这些觉受的话 我们的精进力将会越来越弱 最终 我们会掉入 不知觉的情况 这种叫做有分的状态 有分的状态就像 不觉 没有意识 我们知道 但是却不知道我们 转出什么所缘 我们的心 一片空白 当我们有这种状态的时候 我们其实 的心是 精进力很弱了 所以老师 建议 不要去追随任何 任何很可疑 很舒服的感受 如果我们去追随 所以这些感受的经验 我们的精进力 将会越来越弱 我们就 不能平衡我们的精进 跟我们的定力了 要平衡 我们的精进和定力 我们需要持续的知道气息 尤其是太舒服的时候 太平静的时候 太平静的时候 我们更要提醒自己 要去 知道气息 可能几秒钟 几分钟过后 要提醒自己 专注 或是知道 或是知道气息 如此 就能够克服 这种经验 不然的话 很多禅修者 就会卡着 这一些舒服的经验 他们不能超越这一些经验 因为这些经验太舒服了 太维系了 乃至有些禅修者 以为这些经验 就是涅槃 这是很糟糕的 当他的 他的心 很 很 安宁 很平静的时候 他们以为自己有所提振 其实这是很基础罢了 事外有一些 禅修者会问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禅修在进步中呢 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很轻松的 没有忘恋的专注气息 这也是我们在进步中 很轻松 不需要花力气的专注气息 很自然的知道气息 这个是进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需要 花精精力 要挣扎 让心不断重复的 带到呼吸上 渐渐的 当我们三脚过后 我们不 需要刻意的去 专注气息的 我们的心 能够不费力气的 专注气息 可以很轻松的 很舒适的而且 可以花很长时间赚助气息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培养起 露出洗念的定力 那时候我们感觉到 这个清安和快乐 那时候我们也不追随他 我们就可以进步 第二点 让我们感到很自在 很舒适 这也是代表 进步 开始禅修的时候会 身体不舒适 很痛 很多忘念 渐渐的心会感觉到自在 而且又可以同时知道气息 也就是 自己在进步了 第三点 感受到喜跟乐 首先老师要谈到喜 的特项 很多禅修者都会遇到这样的经验 有时候禅修者会感觉到 飘飘然 这也是喜的一种特项 有一些禅修者会感觉到 在飘动 有时候感觉到在沉下来 有时候感觉到飞起来 这些是喜的 这些特项 把力叫PD 当我们感觉到喜乐的时候 不要去追随他 只是知道去喜 在开始喜跟乐的时候 的确是很干扰 你会感觉到自己身体在飘 乃至在沉下去 乃至感觉自己在快速飞跑 虽然自己还在坐着 但是却有很多的 决修 这是其实是很 粗显的喜霸了 无论你感受到什么决修 不要管他 只是 是持续专注 有些人以为这是 有一些官知 其实不是 这是 只是一些自然反应 罢了 这是喜的特项 有时候你会 感觉到自己 像在 波浪中 飘浮 感觉到自己在飞 无论体验到什么 也不去追随 如此 你的 因为你的 定力 比较好 所以你会感受到喜乐 知道这就好了 第四 见到光 当很明显的 当你看 开始看到光的时候 他是在进步中 我们看到 开始看到光的时候 其实是很有趣的 我们的心呢 就很容易 去 看这个光 我们都想去看这个光 结果光就会消失 无论你看不看这个光 或者是光出现在里面前 或者在身体任何一个部分 不要去追随他 只是 时常的保持注意气息 就好了 另外一点 当你开始看到光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省视自己的专注 方法 通常我们有这个习惯 用眼镜去看东西 但是当休息露出 洗面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这种习惯 用眼镜 去看气息的话 当光出现 他将会形成 我们的干扰 也就是说 这个光将会吸引 这个 眼睛 乃至我们的眼睛 会流泪 因此老师不建议 用眼睛来看气息 老师建议成修者 去 用心 知道气息 就好了 这样 在如此修 会比较容易 当看到光的时候 有这个阶段 更关键 用心来专注气息 不然的话 这个光将会成为很大的干扰 有时候 乃至 这个眼睛 会受干扰 有 有一些惨修者 也有一些经验 用眼睛去看光 有些老师就叫他 让这个光消失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你要忽略这个光 你需要花更大的心力 所以 无论你看到什么都好 只是需要持续知道气息 第五 当你开始看到 蝉相 蝉相有 各种各类 在轻盈道论 的讲课里面 老师也讲解过 简要来说 蝉相可以 有不同的形状 不同的色彩 就看自己的 响应 在轻盈道论里面 虽然列出大概20多种 蝉相的 形象 他只是 补偏的 一个名单罢了 其实蝉相 还有 更多的 形状或者是 颜色 就看个人的 响应 因为每个人 成长在不同的环境中 就建议取 不同的响应 就有不同的 蝉相 出现 在 露室之间 有提到 比如说 蝉相 不是 这个 宇宙 是 灰色 等等 不很明亮 这只是 一般说 因为 大部分 产修者如此 报告 其实 产相有各种的形式 形象 比如说 这个 可以是 橙色 但是却不是很 鲜艳的城市 是 深的这个城市 在开始的时候 它不明亮 这个是 玉座像 过后 慢慢的 它会 变得明亮 比如说 白色 它会变得更白 这个是 取向 如果是橙的话 或者是 红色的话 它会变得明亮 这个是取向了 当到达 四项的时候 它就会非常明亮了 就看个人的响应 它可以呈现很明亮 像月亮 或者是太阳 这个星星 如果说 很明亮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是 四项 我们 专注产相 如果我们开始知道 产相的时候 需要知道这些 三条 开始 知道 怎么按住气息 这个叫做 也就是操作的 三条 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知道它的过程 有时候当我们心很平静的时候 当心 导向 平静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平静 平静 同样的 禅相也是 如果我们三条过后呢 只要心倾向于 知道 禅相 心就可以看到 转出禅相 所以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专注 屈息 可能几秒钟 或几分钟 我们心就可以 成功 禅相 第二点 第二点呢 要知道怎么去维持 安住 在产相 这也是三 巧 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 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 只要你能够 更久 更深入的 维持 专注 这次好了 这就够了 这些经验不是老师来 是 自己而来的 第三 知道怎么去延长 或者是 增进 自己的 休息 我们要知道 怎么让自己的定力 提升 怎么让这个 产相 增进 大部分时候 当我们已经看到 产相的时候 老师都建议 平衡 五根 如果不能平衡 五根 的话 不能平衡 住根的话 我们就不能专注的好 如果能够平衡 五根 我们就可以维持 专注更长久 这也是很重要 所以 这是第一部分 对入出洗脸的简介 简单来说 只要你知道气息 已经足够了 更简要的就是 这两点 在入出洗脸 只需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 知道自然气息 第二 如果看到 产相 你一定要知道 产相 所以只是这两点 需要知道 当我们修入出洗脸 只需要 专注 去洗 本来就是 专注 产相就够了 不要去 在意任何现象 如此 就够了 愿大家 都能够修学 佛陀的教导 好 愿大家 能够提升追踪的 的止息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